三重国小是百年老校 但是在朱富荣校长大力推动 以及老师们的全新协助之下 无论是硬体环境或者是教学方式上 都有很多的创新 因此他们获得了 全国学校经营与教学创新 KDP国际认证奖优等奖的殊荣 老校也能展现创新 三重国小以三重翠丽竹根基 百年育苗则万败的方案 获得了全国学校经营与教学创新 KDP国际认证奖优等奖的殊荣 很高兴我们这一次以方案名称 三重翠丽竹根基 百年育苗则万败 这样一个方案的名称 来申选这一次的学校创新奖 我们得到全国的优等第一名 主要是我们三重国小 到现在已经102年 代表这个学校有优良传统 可是要跟现代的教育要结合 因此势必有一些地方 是需要改革跟创新的 校长也感谢学校老师相当的用心 无论是资深或是新进老师 大家都能互相学习交流 同时也引进外部的资源 让老师在教学上可以精益求精 来之后就跟老师们讨论 引进了我们教育大学 或台湾师大 或者是我们国立台北教育大学 跟台中教育大学等等的策略人盟 来让我们老师吸收新的教学知识 加上我们又引进新的新学轮 让我们的老中青三代都会有受益 这次获奖对于全校师生都是莫大的肯定 学校也希望未来能持续结合各项的资源 包括政府和社区的挹注 充实教学的软硬体设备 提升各项学习 记者高新峰林景云三重采访报导